备受瞩目的大湾区超级工程深中通道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试运营 届时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将缩短至30分钟 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上新台阶 深中通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 即桥 岛 碎 水下互通与一体 全长约24公里 项目是环珠江口A字型交通网络股价的关键一横 跨越林丁阳让深管会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 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将从目前的两个小时缩短至30分钟 我现在就来到了深中大桥上 站在这里的第一感受是非常的宽阔和平稳 您可以看到在我的右手边是香港和澳门 左手边是广州和东莞 而我的身后就是珠海和中山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海平面之上91米 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 那深中通道整个的全程呢 除了我们现在在海面以上的部分 还有很长的一部分是在海面以下的海底隧道 那刚刚我们也驾驶体验了一下 海底隧道全程6.8公里 双向八车道非常的宽敞和平稳 每隔1.2公里就有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 以及可以智能调节的这种彩色灯带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就代表一路通畅 这也是我们在海底隧道感受最深的一点 就是它非常的具有科技感 6年前港珠澳大桥在林丁阳上穿云破海 创造了一个个公路建设史上的巅峰 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如今集桥 岛 碎 水下沽通于一体的深中通道 再次飞越林丁阳 又一举创下了十项世界之最 深中通道的桥梁部分 深中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境 通航境高最高的全里岸海中钢香梁悬索桥 有这么大的跨境和这么高的一个桥面高度 主要是取决于通航近空 通航近宽 我们这个桥位上游是广州港 这个是全球第四大港口 船只来往非常的频繁 我们标准是22万灯的货船和3万灯的集装箱船 以及1万灯和3000灯的其他船只 四种不同的船型可以在一个航道里面并行 蓝锁是旋锁桥的生命线 要在珠江口台风频发区建成这座世界之最的桥梁 提升竹篮钢丝性能是必须攻克的难关之一 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2060罩帕钢丝 一根6毫米的钢丝就足以吊起三辆这样的小汽车 那我们深中大桥竹篮就有25000多根这样的钢丝组成 大桥不仅要挑战钢丝强度极限 还必须解决竹篮耐辅性难题 历时三年从核心原材料 镀层材料 再到制作工艺最终竹篮强度提升100兆帕 耐久性提高50% 通过上百次的试验研究出来一个合适的一个碳含量 实现了一个强度的提高 然后我们第一次加入美元素 这是有一个很大一个创新 它可以自动流到我们的缺口位置 形成一个保护膜 我们大桥能抵抗17级台风 有句话是巨塔丽江中太原起飓风 通过扁平的钢香梁 然后钢香梁下面的导流板 以及钢香梁周边的高透风力的一个栏杆 加钢香梁中间的抗风稳定板 构造的一个抗风的组合体系 深中大桥往东 是长达6845米的海底城管隧道 这是所有硬骨头中最难啃的一块 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使用寿命至少100年 中国工程师们再次创造了奇迹 像传统的这个城管隧道 一般是采用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 但是因为我们深中通道 是双向八车道的设计 它承受的压力比双向六车道的 力要超过30% 我们整个设计 这么大体量和这么大规模的 超宽变宽的钢壳混凝土隧道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次 为了实现桥碎之间的衔接与转换 深中通道在海底隧道两侧 设置了东西两座人工岛 一座东人工岛 海路两栖 东西南北连着隧道 机场沿江高速 是中国首个高速公路 水下枢纽互通力交 也是深中通道的东端起点 真正的四通八达 一座西人工岛 定在海中央 一头乘着桥 一头接着碎 这座世界上 钢圆桶 违壁形成的最大人工岛 运用了中国人首创的造岛工艺 一般承岛的工艺 是海中抛石 或者是违燕承岛法 但是这样的话 整个周期会达到好几年 我们采用的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 这个钢圆桶快速承岛法 首次是在港珠澳大桥中使用的 而深中通道 是在这个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升级 它的直径更大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称 深中通道带来的 绝不仅仅是交通和出行的改变 珠江东西两岸城市 长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深中通道的建成 让深管会 及深圳东莞和惠州 与珠中江 及珠海中山和江门 两大城市群实现跨海直连 这意味着深圳强大的创新型经济 和产业外溢能让珠江西岸 成为它的副地 形成产业协作地区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均衡发展 珠江西岸产业空间广阔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城市建设比较完善 保安产业基础雄厚 创新能力强劲 总部研发 加生产基地的合作模式 将成为保安 与珠江西岸产业协作 受益的不仅是深圳中山两市 行驶在深中大桥上 万吨巨轮从远处驶来 国际航班从头顶飞过 向前可通向深圳前海 广州南沙 中山翠亨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 深中通道这个竞争及通池 将进一步打破圈之间的这种边界 大湾区三个都市的圈 就是深圳 广州跟珠西 他们之间的要素 可以更加直接 更加畅通 使大湾区的黄金内湾 这个核心地带 那么它的优势更加凸行 它既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区协调发展的产物 也是我们广东省的走向 共同富裕 走向区域协调 跟粤港澳合作平台 更加厚实的这么一个里程碑 深中通道通车后 从广东中山到香港的车程 从两个多小时缩短至45分钟 粤西地区往返香港的便利度 也大大提高 势必成为港人北上的交通新选择 香港文汇网报道说 对于香港来说 这意味着更多生活和就业选择 还将为香港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 6月21号 一批来自香港的演艺界人士 应邀体验经深中通道前往中山 途中兴奋打卡 对这项超级工程赞叹不已 中山 上山 台湾去 明天会更好 大家没有发觉 从来这个游戏 在我家就流下了 夜晚开了灯之后就更加厉害 我觉得深中通道 真的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的伟大 西班牙阿贝赛报报道说 各种迹象都表明 大湾区未来的增长速度会更快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拥有最多样化和互补性最强的经济体系 大湾区在发展经验的互通有无和借鉴 协同创新等方面 将迎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它将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 最富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 以离临时边界冲突持续 以色列不断发出正在进行战争准备的信号 美国也正在向靠近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地区增调兵力 美国海军27号发布消息称 6月26号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人员的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 穿越直部骆驼海峡进入地中海 美媒分析说 将黄蜂号部署到地中海东部的决定 或与近期离以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有关 意在为执行军事辅助撤离和其他任务做准备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由于担心离以双方跨境交火升级 美国增派军力以确保有能力撤离美国公民 虽然没有官宣 但白宫已为这种可能做好了准备 美国军方为了表明他们始终有备用计划 同时也为了表明对局势可能升级的担忧 现已调动了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和一些相关船只 关键是这艘舰艇载有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他们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一部分 有能力协助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公民撤离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搭载的F-35战斗机 可以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 能依托较小的船只执行空袭任务 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战斗群是美国两栖作战的重要编队 在历次局部战争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 这次道路一般执行的是撤侨任务 在撤侨任务中至少有以下几种功能 首先是进行海域空域控制 这样就可以在机动过程中 撤离过程中确保平民的安全 确保撤离人员的安全 第二是进行人员的输送 有两栖舰它的内部容量很大 而且各种人员包括补给条件良好 这个状态下大量的人员如果通过两栖舰 向美国本土进行长距离撤侨 完全可以承担类似任务 与此同时美军此前在地中海东部 加沙海岸部署的一项军事设施 却陷入尴尬境地 美联社当地时间28号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 因天气原因 美军未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 而建造的临时码头已被拆除 可能不会重新修建 此前美国政府 斥资3.2亿美元的浮动码头 被批评是样子工程 无法实现美方宣传的人道主义 救援物资接收任务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美军建造的浮动码头 耗时两个月 5月17号投入使用 两艘停靠在离海岸约9公里处的军舰提供支持 帮助走海陆的人道主义物资 进入加沙地带 为了保护码头 美军还配备了机枪和装甲车 并在码头东侧安装了一套防空系统 按照设想 码头全面投入运营后 每天可接运150辆卡车 但启用8天后就被海浪淹没 纽约时报透露说 码头自正式启用以来 迄今仅运营约10天 其余时间不是在翻修 就是在牵制 码头累计接收的救援物资 与整个加沙地带所需相比 可谓杯水车薪 以色列国防军28号说 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 多个离真主党武装军事设施 包括一处防空设施 在过去几个月里 该设施多次被用来 向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同一天表示 向多个乙军基地发射了火箭弹 并向乙军军营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以色列北部地区大面积拉响防空警报 当地时间29号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在离南部提尔市表示 黎巴嫩正目睹的来自以色列的威胁 是一种心理战 黎巴嫩确实正处于战争状态 有很多平民和非平民死亡 许多村庄因以色列被摧毁 米卡提表示 目前心理战正在升级 但黎巴嫩会战胜目前所处的困难阶段 28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视察防空部队时说 以色列并不想与黎巴嫩真主党开战 但正在为此进行准备 本周早些事后 加兰特刚刚结束防美行程 并透露没已就武器供应等多个问题取得进展 他还放话称 以军能把黎巴嫩打回石器时代 我不认为真主党能完全摧毁铁穹系统 但肯定能对铁穹系统造成巨大破坏 最近我们看到真主党发布的视频 展示他们摧毁了一台铁穹炮台 另一段视频展示了一枚类似的投射物 击落了所谓的无人机穷顶 即反无人机系统 很显然 真主党有能力对以色列的关键防御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虽然是否完全摧毁还下不了定论 但足以让以色列北部的大片人口暴露在威胁下 据美国艾克西欧斯新闻网站透露 美国政府预期很快会向以色列交付一批500邦炸弹 此前由于担心以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一批炸弹交付被搁置 以方现在称 如果离以临时边界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将需要这批炸弹 近日包括俄罗斯 中国 加拿大 荷兰 美国 爱尔兰等多国 陆续发布警告 要求公民避免前往黎巴嫩 或尽快离开黎巴嫩 目前看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大概基于这样几个条件 首先以色列发动全总统大规模空气 甚至是对首都地区重要人物进行打击行动 甚至进行斩首作战 这样双方之间全面战争 有可能会短时间爆发 第二是以色列发动地面作战行动 把地面作战行动不局限在边界地区 而是向首都贝鲁侧停进 这样双方在不同作战空间范围内 这种全纵身交战将会成为现实 今年以来 俄军频繁使用华翔制导炸弹 对乌克兰前线阵地实施大规模空袭 造成巨大损伤 西方媒体开始放风 呼吁早日对乌军解禁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美国防务新闻28号报道 今年以来俄军开始大规模使用 卫星制导华翔炸弹 对乌克兰前线阵地实施大规模空袭 给乌军造成巨大麻烦 这种华翔弹 大都是由苏联时代的通用炸弹改造而来 这些通用炸弹名为高爆航空炸弹 俄罗斯有大量的库存 庞大的体积就意味着巨大的威力 以FAB-1500为例 整体重达1.5吨 含有约1500磅炸药 能够将建筑移为平地 对比来看 标准的俄罗斯152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 只含有大约17磅的炸药 FAB-1500还不是俄军 威力最大的此类弹药 上面有FAB-3000 5000和9000 数字越大 威力也越大 俄军给这种傻瓜炸弹 装上通用规划和校正模块 变成制导炸弹 这套装备包含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可以规划打击目标的路径 尾部方向舵 可以帮助控制方向 保持飞行稳定 弹出式机翼 可以让炸弹滑翔更远 打击更精准 挂载他们的俄军战斗机 不需要冒险深入乌军控制区 通常在前线后方几十英里 相对隐蔽的地方 释放这些滑翔炸弹 后者根据预先装定的数据 对指定的乌军目标实施打击 相对而言 这些滑翔炸弹没有推进装置 也不会发出可探测的红外信号 雷达反射面积够小 因此乌军很难发现和拦截 更重要的是 改装这些炸弹 仅需数万美元 成本比导弹低得多 也比新造导弹快得多 西方认为对付滑翔炸弹最实用的方法 是摧毁地面或空中的发射飞机 这可以通过使用战术导弹 空对空拦截能力和电子战来实现 乌克兰可能很快获得北约国家提供的 二手F16战斗机和瑞典预警机 尽管它们在正面对抗 俄军主力战斗机时仍嫌不足 但在拦截没有自卫和躲避能力的滑翔炸弹时 仍是相当有效的组合 瑞典提供的爱立眼预警机 探测距离超过450公里 能同时探测并处理 1000个空中目标和500个地面目标 尽管它的雷达性能还不足以探测到隐形目标 但对于滑翔炸弹这样的空中目标 仍具备相当优良的探测距离 而F16战斗机挂载的AIM-120空对空导弹 射程超过滑翔炸弹 这也意味着一旦爱立眼预警机 在乌克兰上空发现了俄军战斗机发射的滑翔炸弹 就可以通过数据链指挥F16战斗机 前出发射空对空导弹实施拦截 然而预警机的空中指挥需要经过专门的长期培训 很难快速形成有效的拦截力量 因此西方媒体开始放大乌克兰 急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声音 此前美国解禁了部分原乌武器禁令 准许乌军使用它们打击俄本土 但对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白宫方面并未松口 俄罗斯方面已多次出言警告美国 不仅是打击俄本土 即使部署在俄罗斯周边 俄方都将做出回应 当地时间28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方式 召开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 讨论了与中短程导弹系统生产 和部署有关的问题 普京强调俄罗斯需要着手生产 中程打击系统 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形式 如有必要确保俄罗斯安全 将决定部署导弹系统的地点 连日来印度医学高考作弊事件 持续发酵 印度各邦的高等法院 以及国家最高法院门前 不断有学生抗议 要求彻查此事 并且重新考试 连续多日 印度各邦的高等法院 以及国家最高法院门前 不断有学生抗议 群情激愤的抗议者 顶着高温天气 强烈要求国家展开独立调查 并重新组织考试 学生们情绪激动 有数十人被警方逮捕 目前印度国家考试局局长 已被免职 印度教育部也发布公告称 政府决定让中央调查局介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